台湾老年人口人数一日俱增 许多老年人体会多病 却常常忘记吃药导致病情恶化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长者的生理功能逐渐退化 国健署2015年统计 65岁以上老人 平均罹患将近三种慢性病 需要求助各科医生服用多种药物 忘记吃药 要不然就重复吃药 要不然就是把药物囤积起来 或者送给别人 那甚至有一些会去乱买药 或者是说他们就自己加药 加剂量 或者是说这个自己就停药 不适当使用药物会造成许多状况 尤其代谢吸收力变差 吃药以后恐怕会更容易产生副作用或毒性 像是昏沉晕眩造成跌倒 接下来是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一 老年人记忆力较差 容易忘记吃药 二 有许多老年人抗拒服药 三 病患家属无法得 自家中长者用药情信 四 家中长者较多时 药物数量过多 不好整理 我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有四点 一 使用App设定吃药时间 并搭配振动模组提醒使用者吃药 二 我们使用转弹机的概念增加用药趣味性 并以此增加变换的用药意愿 三 需要后使用Line Notify 告知家属变换的用药情信 四 截害MQTT可承含多组手表 协助多人用药 那接下来就来介绍我们的专题吧 ESP32最高频率可达240兆赫兹 计算能力高达600Maps 可以直接传送影像资料 本专题主要使用磁晶片将纽带药盒的各个模组整合 结合手表与AI图设计的App连结 完成本专题设计 本专题使用磁物流网晶片作为手表使用 并安装一个振动马达 当取料时间一到 随即产生药色的图片与频率振动 提醒使用者立即自扭带药盒扫描OFID后取料 四伏马达 IMG996四伏马达是一种高性能的四伏马达 本专题使用两颗四伏马达安装于扭带药盒内 按马达主要作为旋转扭弹的种类 并四伏马达则安装用于扭带掉出的机构内 当按马达旋转至特定颜色后 随即旋转币马达将扭蛋透过所设计的3D列印轨道滑出 IOCM模组 IOCM模组是一种液晶显示屏模组 此模组拥有四行含20列的字符显示能力 可以在屏幕上显示最多80个字符 喷有背光以便在低光环境下看清字符 本专题使用此模组显示目前时间 OFID扫描讯息 手表识别讯息 领要时间等参数 让使用者可以方便识别要含目前的讯息 WS812B 磁晶片是一个解焊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慧三色LED光源 本专题使用此RGB IED作为扭带要含出钥匙的颜色识别 如果年长者要取得药维绿色 系统随即设定此三颗RGB LED 会绿色方便识别自用 OFID模组 本专题主要将OFID贴纸贴于手表上 当年长者要取钥匙 需要先扫描OFID贴纸后 系统才会针对不同年长者调出不同颜色的扭蛋 可以作为多人使用药盒时的识别依据 IMP 3模组及喇叭 本专题使用此模组搭配喇叭 透过语音来提醒年长者目前系统状态 3D列印 我们的整个药和棘手表都是透过3D列印完成的 机构配置 药盒上的压克力管可以填充6种不同的药物 只需将扭蛋按照药物种类分类好即可 内部电路 将前面介绍的各个模组装入药盒内部就可以啰 我们的电池放置于药盒后方 方便日后更换 只要将上述纽带药盒的ESP32与各个模组整合 透过AI2所设计的APP与树莓派所架设的MQTT Server连结 即可完成我们专题的整个物联网的架构 为了整合多组手表 谁要盒可以让多人一起使用 我们将药盒与手机APP都借由MQTT伺服器来同步笔此间的资料 本专题使用了10个节点来达到系统同步的效果 谁要盒 手表 与APP之间可以随时传递讯息 中间疾病有很多 而我们的专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6种疾病的药物保存 只需要将药品编号并放入对应的药管内即可 第一步 沿接纽带药盒的APP并设定好药师药的时间后 将手环配戴好 第二步 取药时间到时 手表会显示该取用的药品 并透过内部的振动模组产生振动 提醒使用者取药 第三步 将手环上的ROFID贴纸靠近药盒上的ROFID 等待药盒运转后完成取药 第四步 取药完成或于此未取后 都会传送至Line Notify 告知家属或护理师病患的用药情形 那就开始实体操作吧 第一步 设定 连线后 在年长者的栏位输入用药时间 以画面来说 设定09335就可以让年长者在9点33分取药药物 在这边 我们也可以为年长者设定多次取药的时间 将每次取药时间设定完成后 按下设定钮即可 也可以为不同的年长者依据取药时间及服用药物个别设定哦 操作流程 设定完成后 佩戴好手环就可以啰 取药时间到时 会闪出图片并震动提醒使用者 只要将手环上的ROFID贴纸靠近药盒就可以取药了 ROFID与扭蛋会呈现相同的颜色 影片中的是黄色 完成取药 取药完成后 会传送至Line Notify 告知家属 那最后来说说总结吧 一开始 我们想解决忘记吃药导致病情恶化的问题 并减少照护系的负担 所以我们创造了吃药免烦恼 扭蛋药盒 这款药含增加了用药的趣味性 让人们减少对药物的抗拒 也能够减少重复用药或忘记吃药的情况发生 还能够整含多组手表 协助多人用药 以上就是我们专题的介绍 谢谢各位评审教授的聆听 请不吝点赞订阅